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143集 白小春深吸口气,缓缓地收回目光 看向其他人,找到了预见介绍的徐小山 这徐小山最好别人 相貌俊朗,神色带着得意 看人时总是抬起下巴 似乎没有什么能让他去睁眼看的人与物 一副顽固的样子,格外显眼 他的身边,还有两个相貌都很漂亮的女弟子 其中一人给他捏着肩膀 还有一人居然在旁边,拨开鲜果 送入他的口中 这一幕,看得白小春都有些羡慕了 与此同时,白小春也渐渐地发现薛熙宗的弟子 与宋缺一样,大斗目光似有若无地落在自己身上 与丹熙宗的不服气 玄熙宗的轻蔑不同 薛熙宗的目光大都是凝重重 带着忌惮更有杀机 白小春觉得有些口干舌燥 薛熙宗弟子的目光让他觉得有些不对劲 对于薛熙宗弟子手中介绍 其他宗门资料的预解起了强烈的好奇 薛熙宗带队修时,是个老者 穿着一身大红长袍,就连头发也都是赤色 灭色白皙,微微的有些驼背 双眼带着森然,目光扫过四周众人时 竟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 而他的舌头居然与常人不同 竟在末端出现了分叉 如蛇一样,使得所有弟子都偷皮发骂 欧阳杰与海姓以及林姓修士 都彼此不再交谈 而是齐齐地看向薛熙宗 尤其是目光落在薛熙宗舌舌舌老者时 海林二人竟灭色大变,倒吸口气 即便是欧阳杰也都神情瞬间凝重 蛇林子,你血系宗来晚了 欧阳杰忽然开口,言辞不善 不是老朽来晚了 而是你们三宗来走了 那蛇蛇老者眼皮一番 啼笑肉不笑的开口 目中有一抹煞意 看向欧阳杰 二人目光似蕴含了某种铜鼠神通 在对望的刹那立刻展开 仿佛有无声的轰鸣 在二人直接炸开 欧阳杰闷哼一声 灭色微微苍白 袖子一甩退后几步 回到了林熹宗众人身前 而那蛇蛇老者也是眼睛一闪 替那气血翻滚 退后半步 抬头时目中露出奇异之貌 欧阳老儿 多年不见 修为精进了不少啊 罢了 咱们有的是时间叙旧 我血席总既然到了 现在就开启云界深渊 早些试炼 蛇蛇老者 右手抬起 立即一枚玉佩 残片飞出 漂浮在了半空中 海林二人相互看了看 也都各自取出了玉佩残片 相继扔除后 再加上欧阳杰甩袖 剩修间抛出的第四块残片 对时 这四个残片在半空相互的对接在了一起 化作了一个完整的玉佩 光芒闪耀时 云剑旁地面附近的地缝上的防护光幕竟慢慢的被撕开了一道缝隙 看那样子 差不多小班主相后就可打开一个出入口 这一幕吸引了此地所有宁器修饰的注意 白小冲看去时 欧阳杰的声音在每一个灵溪宗弟子的耳边回荡 剑内世界的入口 一共有四十多处 每个入口最多通过十人 而每次守战都是入口之正 埋伏在内的事情历次都有发生 你们尽量联手 自己把握 记住我之前和你们交代的 遇到其他宗的弟子不可心软 在保命的情况下能杀就杀 尽快收集地脉之气到道瓶内 凝聚地脉气隐 喊动整个允建世界的地脉之气 欧阳杰低声向着众人交代时 其他三宗的带队主机也都正在向自身宗门的弟子交代相似的话语 欧阳杰右手一挥 立刻一百个蓝色的小瓶直奔众人 每个人都拿到一个 这就是道瓶 就在这时 允建四周的地面裂缝上防护光幕此刻传出轰轰巨响 被快速的撕开形成了一道三丈大小的缺口 进入这缺口 就可以顺着地面那些大大小小的裂缝 进入深渊 在深渊区域里 便可看到 允建的众多缺口 任何一个缺口踏入 都可以进入 剑内世界 四大宗相互牵制 更有老祖对峙 使得住机不可踏入 可在世界上不可太久 圣地开启 只能维持三个月 三个月后 无论成功失败都必须出来 老夫在外接引你们 另外 你们虽不可能遇到一种极端的事情 但历代进入圣地的弟子 都会被告知 这圣地当年被四大宗老祖 布置了四个传送阵 只有此地出现极端情况 形成不可抗力时 阵法会被引动 从而按照你们所修的功法分辨 将你们传送回宗门 即便有误差 也会传送到宗门所在之中 不可抗力 不包括四宗弟子之间的一切厮杀 最后 不管地脉注击成功与否 老夫都希望你们 活着出来 欧阳杰 目光扫过众人 他一向冰冷的容颜 此刻也都露出柔和 看着这些弟子 目中带着鼓励 尤其是看向白小船与鬼牙时 更是有期待 此刻 眼看入口开启 血熙宗弟子一瞬间飞出 直奔入口 灵熙宗内 鬼牙第一个冲出 上官天佑随之而起 各个天骄 都是急速而去 白小船深吸口气 用了最快的速度 瞬间从厨袋内 掏出七八件皮 一边飞还一边穿好 又拿出一口大黑锅 背在身后时 眼中露出一抹坚定 忍着心惨 咬牙踏进入口 没有单独行动 而是跟在不少 灵熙宗弟子的身后 一同踏入 很快的 四大宗门的弟子 都纷纷踏入裂缝内 消失不见后 欧阳杰与蛇蛇老者 还有海林二修 彼此看了看 一言不发 各自盘膝在入口的位置 警惕的同时 也在守护 默默的等待 云间四周的地面 裂缝中毒 大小不等 灵熙宗的弟子 没有全部选择在一起 如鬼崖 北寒烈 还有公孙马儿等人 都是各自单独离去 其他的 按照南北两岸 分成了两批 选择从不同的裂缝 踏入深渊 但熙宗 与玄熙宗 也都大致相似 唯独血熙宗 弟子彼此不信任 大都单独行动 即便有联手的 也就最多两三人一起 白小春背着大黑锅 一脸警惕 带着紧张 跟随南岸的弟子身后 进入深渊时 他立刻就感受到 四周一下子冰寒 尤真真寒气 不断地从深渊下生气 仿佛要钻入体内 去冰冻气血 可似乎使他的皮太厚了 这寒气居然钻不进去 越是向下 寒气越多 好在这里距离地面不远 随着众人修为运转 寒气都被逼出体外 大都无碍 只不过这些南岸弟子 看到白小春 居然跟在自己众人的后面 都心底诧异 可很快就惊喜 有白小春在 他们觉得自身的安全 要多了不少 他们都是宁气失层 虽也有傲气 可对白小春 不管什么观感 但在强悍的程度上 是福气的 此刻一个个都让开位置 环绕在白小春的身边 抱拳相见 拜见白师叔 白师叔一搏云天哪 不像上官天佑等人独自离去 而是与我们一起 这才是咱们南岸的天交嘛 白师叔 我是周有道 还记得我吧 你当初的酸雨 把我快惨了 白小春看到众人散开 自己居然到了最前方 顿时一惊 实际上 他是打算人多是众 自己跟在后面 会稳妥一些 可一听到四周人的话语 他眨了眨眼 顿时干咳一声 抬起下巴摆出前辈的模样 你们不用担心 有本座在 谁敢找我们麻烦 众人纷纷细语 簇拥着白小春前行 尤其是那个紫鼎山的内门底子周有道 更是一连笑意 侯云飞在白小春的身边 看着白小春那副装备 又看着他如前辈般的神情 侯云飞笑了笑 一夕仿佛回到了曾经的洛臣家族一战 小春 加油 一定要地脉主机成功 我也想啊 你说这些人是不是故意的 我本打算跟在他们后面 怎么变成他们跟在我后面了 白小春趁别人没注意 哭丧着脸 快速向侯云飞说话 侯云飞神色古怪 干咳咳起来 他忽然觉得 有白小春在的地方 即便是再严肃 再危险的区域 似乎都会瞬间变得怪淡与欢乐 算了算了算了 谁让我是荣耀弟子 谁让我是掌门师弟呢 当初在南岸 我炼丹时让他们受连累了 我白小春是讲理的 白小春安慰自己 挺着胸口露出高手之意 心中紧张 小心翼翼的前行 这条裂缝内 也有其他宗的弟子 有的是单独 有的是三五成群 眼看这数十人的队伍 纷纷避开 没有去招惹 即便是觉得自身实力不俗的 也都只是眼中寒芒一闪 没有停顿 急速的离去 很快的 在众人前方就出现了一道健身的缺口 有两道长虹正急迟而来 距离已不远 白小春顿时不干了 他四周内数十个灵溪宗弟子 也都一个个眼神不闪 全部掐绝 眨眼界 众多数法轰轰而去 那两道长虹内的修士来自血熙宗 二人灭色一变 立刻逆转身躯 赶紧避开 可这四周数法太多 他们尽管避开了一些 但还是被轰在了身上 喷出鲜血时 急速后腿 狠狠的看向灵溪宗的众人 白小春惊喜啊 他发现果然是人多力量大 这么轻易的就获得了一处缺口 可是碍于身份 他咳嗽一声 没有踏入 而是让其他人先进去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